山寨探望十六 生日願望奪命 一個掌印雪苑常 2001年 內地人居港權爭議 拘任了大批在香港有親人的內地人 用探親方式 獲得內地批出雙情證離香港 他們預期居留 用團聚為理由打官司 在訴訟未有結果之前 莫法閒街址在香港逗留 他們希望香港 終審庭推翻人大釋法 令到他們獲得 居港權 2001年6月 李國愛用雙情證由內地來香港 預期居留在香港 做黑工 在深水埗海壇街黑工宿舍居住 李國愛沿直 廣東河原 讀到中三就沒有讀書了 因為做事都很勤力 沒多久就開始鞋廠 和娶賣老婆 幾年前 生意失敗 鞋廠結業 老婆離去而去 她和三歲大的女兒 和六十三歲的父親同住 李國愛將僅餘的錢 開了個果園 認識了同鄉的女友 對她愛護有加 為了賺錢來香港做黑工 過往曾經來過香港七到八次 多數在同鄉朋友家裡住 最常接觸的就是謝奎林一家人 謝奎林在1990年9月27日 在內地出生 後來跟媽媽李玉蘭 和被她大三歲的姐姐來到香港 她爸爸謝奎明 任職中廣運輸司機 李玉蘭就在棗樓做事 2010年7月 一家人搬到天水為嘉湖山莊居住 這個單位物業是由謝奎明自治的 沒多久謝奎明就和她太太分開居住了 李國的爸爸和謝奎林的外公 是堂兄弟關係來的 她是李玉蘭的堂弟 謝奎林的堂靠父 李的愛和謝奎林是同月同日出生的 謝奎林叫她做阿叔 謝奎明家裡並不是很富有 她回家探親的時候 雄親又說自己做中港運輸生意 多次說想在鄉下置業 又出手闊戳 很多人都以為是身家豐厚 李國愛經常用雙情借靈香港 很多時去天水為探望謝奎林的外婆 溫四英 曾經帶一個叫阿英的女朋友去家吃飯 李國愛玩海洋公園附近做事 認識海洋公園的職員 可以免費去玩 同台吃飯的謝奎林一直都想去海洋公園 只是因為費用太高 距離居所太遠 一直沒有去到 李國愛不斷說 海洋公園的機動遊戲有幾新奇 海洋動物有幾可愛 表演的時候有幾好看 謝奎林聽到入神很羨慕 自此李國愛每次來吃飯 謝奎林每次都問她 什麼時候帶去海洋公園玩 李國愛每一次都說是下次 謝奎林每一次都感到失望 2001年9月 謝奎林跟李國愛說 她在9月27日生日 今年生日願望去海洋公園玩 2001年9月21日夜晚9點鐘 借在內地公幹的謝奎林 在深圳王江接到殺取熟金的電話 你女兒在我身上 我要五十萬 謝奎林以為是認親認識的電話騙案 這樣回答 我十幾個女兒 大把女兒 五十萬你給她好過 我不會給錢的 你夠膽就把我女兒殺死 說完之後她就收線了 謝奎林越想越覺得不妥 打電話回家 知道謝奎林下午離開了家後 到現在還沒回家 晚上9點41分 謝奎明和妻子商量之後報警 警方接報已有人遭綁架勒索 程序處理 新界北總區三隊重案組 反黑組 刑事情報科探員出動接手調查 在謝奎明的手機內 安裝追線裝置 那一人之後有兩次打電話給謝奎明 謝奎明就是以時間籌錢來拖延 對方就說籌不到錢 你女兒有事的 謝奎明有人聽過女兒的聲音 對方就說 藏心地點沒有電話 他只是負責收錢 謝奎明在太平時事之下 問綁匪知不知道 謝奎林和自己的出生日期 綁匪就是回答了謝奎林的出生日期 他說謝奎林不願意透露爸爸的生日期 大約半小時後 綁匪再打電話給謝奎明 追賣幾時付屬金 謝奎明說籌不到那麼多錢 要求減屬金 對方拒絕之後 掛上電話 之後就再沒有打電話來了 第二天上午三點鐘 綁匪再打電話給謝奎明 同意把屬本減到三十萬 那個人還指示謝奎明 用紅色、黑色、紫薇袋 把屬金重重包好 放在荃灣地鐵站一個垃圾箱裡 收到錢之後 就通知他謝奎林在哪 9月22日中午兩點多 一手漁船逢經香港仔鴨利州南邊 很少人去的鴨利牌石灘 發現一個粉紅色格仔大型尼龍袋在近岸飄浮 代口露出類似人的肢體 聖層的漁民就立即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 將尼龍袋拖到石灘 回到袋裡 有一個已經輕微發脹的女同屍體 屍體呈如黑色 傷害死了很久 尼龍袋裡 找到謝奎林身份證明文件和銀包 警員懷疑謝奎林被殺害之後 用尼龍袋裝運在海面棄置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員 接到報告 趕到香港仔水警基地 搭水警輪去現場協助調查 證實謝奎林已經死亡 消防員派出歪人協助打撈精密 屍體隨後由水警輪信號香港仔 再由五宮送到西環殿房 謝奎林在那陣去荃灣交贖金 探員收到發現謝奎林屍體通知之後 和他一起去西環殿房看看 法醫來世澤道常驗屍 屍體沒有明顯表面傷痕 開始發脹和面上呈現乳黑色 估計在海中漂浮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女同條頸僅僅被一條電線跳了兩圈 相信因為窒息致死 屍體沒有掙扎或抵抗傷 顯示被打死的一陣 已失去知覺或沒有抵抗能力 屍體移送臉房進一步檢驗 死者肺裡面沒有大量積水 相信死了之後被棄屍裡面 血液釀本身有安眠藥成分 相信曾經服飾藥物 死之前已經是知覺了 屍體海裡面浸了大約六至二十四個小時 估計死者被帶到香港仔之後 沒多久就遭到毒手了 預案時間在昨晚六點鐘左右 案件交流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一到三隊接手調查 犯罪行為專家認為 謝可林居住在天水圍 屍體被拋在香港仔水中 兩地相距很遠 兇手如果沒有配備車輛 就有見謝可林一起乘搭交通工具去到 推測兇手是謝可林雙屬 而且信任的人 謝可林曾經喝了運用安眠藥的產汁 這個和一般的綁匪迷魂肉收的手法很相似 綁匪打完收了贖金之後就要放人 不過綁匪為何會將他殺死呢 而且是用電線捆兩圈勒死的 明顯是要殺人的 犯罪行為專家推測 肉心沒有任何反抗跡象 排除一旦認出綁匪或者逃走一陣遇害 最大可能是綁匪認為藏心地點不安全 但又找不到另一個地方 最終決定殺人棄屍 綁匪曾經說過藏心地點是沒有電話的 屍體在水中發現 推測藏心地點可能在船上 謝可林的外婆溫四英 在2021年來香港和謝可林一家同住 她是最後見過謝可林的人 她和探員說 9月21日下午大約1點鐘 謝可林放學回家 溫四英叫她吃下午飯 謝可林和她說 我等同學等陣子去海洋公園玩 謝可林說完之後 入房換了一件厚身的冬天衣 謝四英問她 為何穿這麼厚的衣服 謝可林就說 現在是去看企鵝 企鵝在南極生活 冰天雪地 溫四英笑著這樣和謝可林說 企鵝在冰天雪地 你就是在大日天時 穿這麼厚的衣服 不笑死人 自己熱死吧 謝可林以外婆說得有道理 回到房間換夏天的衣服 她就改穿了藍色短袖衣 和一條黃色短褲 很開心地離開了寓所 這個是溫四英 最後一次見到外孫女還生存的 謝可林說媽媽李玉蘭 下午收到女兒的電話 說會回家拿相機 和同學一起出去拍照 她就告訴那個女兒 相機放在旁邊 還記得玩得開心些 謝可林在天遙村 一家學校讀小陸上五班 一個聖理同學同探員說 921日是星期五來的 上午要上學 課學之後 謝可林知道她去過海洋公園 問她如何由天水圍搭車去海洋公園 謝可林很開心地跟她說 唐舅舅帶她去海洋公園玩 當時她這樣的奇怪 謝可林只有11歲 由天水圍去海洋公園 山長水園 謝可林的唐舅舅為何不來接她 她跟謝可林說如何搭車 謝可林說太複雜了 還是叫唐舅舅來接她 謝可林問准老師之後 在學校打電話給唐舅舅 她唐舅舅說會在天水圍巴士站接她 探員認為李國愛嫌疑最大 追查電話來源 證實勒索電話 由深水埗海潭街 260號一個住宅單位打出來的 9月22日晚上7點鐘 破門入屋拘捕李國愛 李國愛手機內的電話卡 和綁飛電話號碼吻合 通話記錄由當日由謝可林 由學校打出的電話 探員調查發現 李國愛和謝可林在9月11日 下午2點11分 一起入了天水圍一家便利店 兩個人出入店內的情況 都被便利店的攝錄機拍下來 李國愛在警戒之下 對探員這樣說 居權問題未解決 她感到前路茫茫 心想如果找到筆快錢 就算拿不到居留權 也可以回鄉建幾間屋 收租過日 她知道謝可林的爸爸近日出售物業 手上有一大筆現金 才綁架謝可林勒索贖款 9月中她靜靜地和謝可林說 9月21日她會帶她去海洋公園玩 叫她不要跟家人說 尤其是經常跟她說心事的姐姐 9月21日下午1點多 李國愛在天水圍巴士站附近 和謝可林匯合 去到一家便利店買了汽水和花生 乘巴士去深水埗 再轉巴士去到香港仔 巴士到達香港仔 李國愛帶謝可林去到一艘山板 跟她說我會搭船去海洋公園 讓她喝一杯落了安眠藥的汽水 謝可林睡了之後 李國愛發現有小景輪巡經 怕隨時會被發現 用電線勒死謝可林 將她的屍體扔進水 李國愛回家吃個晚飯之後 晚上9點鐘 打到勒索謝可林的爸爸 李國愛曾經在警察中 單獨地和謝可林的媽媽見面 跟她說對不起 但否認殺死謝可林 她說兇手是一個叫大頭B的人 在錄影幕裡面 李國愛說出另一個版本 她說在丁九權碼頭做黑工一陣 認識了大頭B 大頭B跟她說 認識很多警務人員 隨時可以叫人抓她 要李國愛跟她做事 她經常被欺負和勾打 要聽命大頭B 2001年9月19日 她在街上遇到大頭B 大頭B說最近很守緊 是以綁架謝可林納索贖金 大頭B答應不會傷害謝可林 她懂得協助犯案 叫大頭B不要搞出事 9月21日案發當日 李國愛約了謝可林在天水圍 有一個巴士站在丁 說會帶她去海洋公園玩 李國愛說 她沒有在巴士站現身 由大頭B接走謝可林 重案組探員 根據李國愛的八達通卡記錄 發現她在1921日 曾經香港仔黃竹坎 搭加通工具去到金鐘 然後回深水埗 八達通卡顯示 在晚上8點22分 那張卡在香港仔和灣仔之間使用過 在另一次錄影會面裡面 探員提出八達通卡這個問題 李國愛改口說 當日和大頭B一起去天水圍 接謝可林 之後乘巴士去香港仔 由大頭B帶走謝可林 9月23日下週 十個重案組探員 去香港仔利東村商場 和街市做問卷調查 拿著謝可林把照片 紅圖人和街坊問一下 有沒有見過她 探員相信謝可林曾經去到利東村 不排除是藏心地點 探員有一對香港仔鳳梨波 逗留了半小時 那一處可蘭森現場 水景也在海面搜索 探員最後帶備再一個屍體的 尼龍袋 去到亞利洲大街集貨譜查詢 近日有沒有人買過類似的尼龍袋 一行人逗留了十幾分鐘後離開 回到新界北重案組總部